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023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 12月23号将在基隆市立体育馆登场 记者会上市长谢国良与性感女神安心亚 共同为活动进行宣传 市长也宣布邀请安心亚担任基隆的城市代言人 一人安心亚跟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廷梅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市府发言于志明 一起为基隆年终演唱会进行宣传 市长谢国良也正式宣布 将邀请全方位发展的艺人安心亚 担任基隆的城市代言人 那我们选定的2024年我们的城市代言人是安心亚小姐 谢谢这样子 谢谢 其实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评选跟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跟选定 因为我们有注意到安心亚这几年来 他可以说是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打拼 而且他也转型做全方位的艺人 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过去来东西很好吃 山海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们 我自己认为啦 我们的观光的内容的活动还有待提升 所以最近增加了非常多的内容 那我们未来的教育的发展 就业的发展等等 一定要也是要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的城市 所以我想在这边非常的荣幸也能够请到他未来替跟我们的城市代言提升我们城市的形象 尤其是促进我们城市的观光发展旅游 就是工作有压力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开车或是跟朋友一起开车到霸斗子 然后在那边吹吹那个海港的风 看看一些船 然后拜拜 对 拜拜完之后再绕到基隆庙口去吃小吃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天的工作的那个压力啊 辛苦都就是释放掉了 对 就是基隆是温暖我的一个地方 哇 真的很棒 还有什么地方是新雅最爱的部分 就是美食 哦 就是这个对不对 对 一到基隆就不能不去吃 可是我自己吃的是阿华炒面 这个在地人跟外地人都很爱吃 太爱了 然后还有庙口中间的卤肉饭夹蛋 还有它的油豆腐 然后还有冬天我最喜欢吃那个竹笋排骨汤 哇 妳好专业哦 很好喝 很好喝对不对 超好喝 真的 妳可以这个志产在基隆了好不好 不是 它是可以值得你开车从台北开到基隆 就是四十分钟值得的食物 是 非常值得 由于这次演唱会很夯 为了让更多民众能一起参与 基隆年终演唱会将在国门广场加开第二现场 在漫游者基地的弧形LED电视墙进行全程转播 市长也透露 当天晚上将邀请基隆城市代言人安心亚 到国门广场与民众互动 这个我也特别拜托他 在那天的表演结束后 他能够到我们的第二现场 就是我们的国门广场 来跟这个歌迷朋友 来做一些互动 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谢谢他 愿意拨控在演唱会后 还跑了这么一趟到国门广场来 而针对演唱会的五百张公益票如何购买 还有声帐票如何索取 市府在滚动修正后也进行说明 那首先是考量到有心人士 有可能会透过这个假传汇款的资讯 来行诈骗的这个情势 我们呢决定要把公益票的这个索取方式 改为在12月11日 也就是在下礼拜一的时候 在市府办公期间 我们会在市府一楼的这个柜台 服务台这边开一个专门的一个窗口 那会由呢 这个我们市府同员 还有伊甸基金会的同员 来配合大家来进行锁票的一个动作 那一样一张票呢 请大家就是捐款1200元的这个公益票 那一样是500张票发完为止 这是公益票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市民朋友相当的关心 我们声帐的这个票 声帐票的部分 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也是同步在明天早上 7号上午11点钟的时候 我们会在魅力基金的脸书 来同步开放我们的云端表单 那请呢这个 呃我们的有需要的声帐朋友 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个填写 那经过社会处的一个查证确实之后呢 我们呢会寄一个报名成功的信函 提供给您 那呢您在当天的时候 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窗口 我们会由专人呢 来配合您 把您呢 呃就是服务到我们的这个 独立声帐座位区的部分 那这张票呢 它是一组是两张 就是我们的声帐朋友以及陪同人 总共是两张 那总共只有十组的部分 基隆年终演唱会 12月23号星期六晚上六点半 将在基隆市立体育馆盛大登场 七组超强卡斯阵容 也持续引起民众的讨论和关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联合国任职多年的74岁 英籍男子杨迈克 每年都会来台观光 对台湾风土民情情有独钟 他退休后决定移居基隆 近期还取得中华民国居留证 热爱环保的他 希望在台湾推动减速 鼓励大家用行动爱护环境 拿起手机拍下基隆港最美一刻 他是74岁英国籍男子杨迈克 多次来台湾旅游 从此爱上台湾风情 退休之后决定移居台湾 最后取得中华民国居留证 成了台湾新住民 这个是比较友调 如果你想成为台湾人很好的 我们可以用茶袋 杨迈克的包包内 常常随身携带塑胶袋 环保块 只要遇到台湾民众 环保使命就会上升 他在德国也是做 也是这种推保 这种绿色环保的这种工作 那他来到基隆来到台湾之后 他喜欢台湾喜欢基隆 他想要把他的理念 这种绿色环保的理念推广 推广给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人 陈在联合国 从事环境发展事务工作的他 在德国工作二十多年 退休之后 不忘继续宣导环保爱地球观念 基隆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他也非常喜欢吃素食 所以他就是因为环保 所以他觉得一半啊 他几乎都非常喜欢吃我们台湾的素食 他觉得素食非常的好 台湾新住民权迈克 热爱宣导环保 提出环保 提醒台湾民众减少一分塑胶垃圾 让地球更干净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齐鲁区泰安里居住的人口众多 市公车以小型公车为主 到假日期间 坐公车就变得非常拥挤 声议员张耿辉接获反应后 请公车处派大型公车到现场试跑 一起来关心 公车处特地派大型公车 到泰安里民活动中心旁边的公车停靠站 实地了解现场地形和可以回车的状况 无奈这里的街道不够大 再加上民众随意停车的关系 路口转弯处变得更狭窄 大型公车没有足够安全的回车空间 只能够放弃 也让当地长者们非常失望 由于七堵区泰安里居住人口众多 而到这里的市公车以小型公车为主 因此到假日期间 坐公车就变得非常拥挤 特别对于非常依靠坐市公车 对外采买及办事情的长辈来说更是痛苦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反应后 张耿辉特地请公车处 以及警察局相关单位人员 派大型公车到现场试跑 但是因为街道不够大 回车空间受限 因此只能够改用中型公车 及假日增加班次的方式 来试试看 因为就是上个礼拜 我在这边从路经过 刚好站牌的时候 有看疫情 我们的长者在那边等公车 然后公车来的时候 上来的时候 我一看 上去看的话 哇好像挤沙丁一样 大家这边都甚至占的蛮多的 考量安全起见 我就回来的话 我就请公车处办理个庇刊 若是说在安全没有余地的话 大型的公车能回转的话 是不是在假日的时候 改由我们大型的公车来行驶 那我们今天特别办理庇刊 到现场看的话 确实大型的公车回转 有一点难度 那基于安全考量的话 我在建议我们公车处 是不是在我们假日的时候 能够增加几个中型班次的车 来输引这些需要 长者到我们市场 还是就医的等方便他们来使用 张可辉强调 将持续和公车处协调 来改善泰安里民众 特别在假日期间 搭乘市公车拥挤的情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再来是好消息 全国高级中等学校 学生记忆竞赛成绩出炉 基隆二姓高中 抱回全国前三的双金首奖 得奖师生不藏私 分享这一次的获胜秘诀 每日创作一张 从暑假起步停歇 二姓高中商业类广社科 陈立会同学 以独树一格的插画风格 摘下全国第二名商业广告类金首奖 我的画风比较特别 比较写实一点 也用实用广言 大部分选手 比较没有在实用广言 广告饮料可以让你的画面 看起来更亮更干净 我们想要去找到自己的一个 风格跟创意 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可以比较突出的原因 因为我们可能这样看下去 会有很多的同学的作品 几乎都自己插画风格 然后我们刚好是跟大家的风格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 就很容易突出 另外抱回文书处理类 全国第三金首奖的资楚科 叶锦慈同学 配合科内的规划 以赛教学 累积实力 变成应证经验值 设定一套属于自己的电脑功能 快速键 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作答 因为我平常做的事情 就是满满的 然后这个指种又只能在一个小时内 要做完六道题目 你如果平常有些步骤 你可能要按好几下才会出来 你如果设定快速键 你可能只要一个动作 就会找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累积下来 就会可以增加很多 然后思考后面的东西的时间 这是我们四年内第二度 几近前三名 技职教育很重要 就是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还有实作能力 所以固然在训练的过程中很辛苦 但是明年度我们还是会 勇于突破自我 全国高中中等学校技艺竞赛 被视为高中职学生 技艺界的最高殿堂 获奖的选手 可以获得企业界预聘等就业机会外 也能够得到四季二专 既有保送入学 及既有遵选入学的加分资格 透过这样的比赛 让技高的学生有展能的机会 也让各界能够看到技高的孩子 他们自己的前职 还有就是他们在学习方面 所获得的一个成果 我相信这些孩子的技能 未来再透过他自己不断的精进 可以对接到未来他的职场 在职场上面更发光发热 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兴趣珍场 并加以训练累积解决问题的经验 为未来的梦想铺好最扎实的路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由于学策快到了 学校在七堵的基隆商工校长 特地带着老师和应届考生 到七堵市中心香火鼎盛的沁济公 拜拜祈求妈祖和文昌帝君 保佑考生金榜提名 由于学策快到了 学校就在七堵的基隆商工校长 洪光贤特地带着老师和应届考生代表 特地到七堵市中心香火 鼎盛的沁济公拜拜 祈求祖神妈祖和文昌帝君 保佑考生金榜提名 都来这边祈求妈祖和文昌帝君 来保佑我们各个学子 我们的学弟妹 都来顺利高中 高三的学生即将要参加 各项的升级考试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七堵公的妈祖 还有我们的文昌帝君 能够保佑我们的高三学子 都能够参与各项的考试顺利 庙方更是准备了吉祥物品拜拜 请神明加持为考生加油打气 希望考试顺利包仲理想学校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他哦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拼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因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来看一个危险的画面 居然有人把热色桶当成安全帽 戴在头上 让民众看了赫人傻眼 警方说这个行为已经违规了 可以处最高600元的罚还 请民众别以身试法 车来车往的马路上 行车记录器拍下 眼前突然一辆机车 从9点钟方向出现 但仔细看怎么怪怪的 原来后座乘客的安全帽 特别大顶 放慢速度再看一遍 这辆机车后方乘客 竟然头戴着一个大的橘色垃圾桶 有关网传一机车后座负载之人 头顶着大型橘色垃圾桶的影片 经本手查 会有缺乏到相关的案件 有民众骑车在 金融市新一路和一四路口等红绿灯 看着机车骑士等红绿灯时 放眼望去 大家都戴着正常的安全帽 但影片中的乘客 却用垃圾桶当成安全帽来戴 明显已经违规 警方在此呼吁 机车负载之物 高度不得超过驾驶肩部 宽度不得超过手把外远10公分 如违反此规定 警方将依 当中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 除以新台币300元上600元下罚完 拿着橘色垃圾桶 当安全帽 骑车在路上 虽然坐在后座 但视线完全被遮住 警方提醒 吃上罚单是小 万一真的发生危险 恐怕得不偿失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山药达人李天司的儿子李健在 接手父亲的山药田八年有成 这两年提供给市府 举办山药大餐的山药 都出自他手 斜杠种山药的初心 是希望让市民都能品尝到 有机山药的好滋味 想要看看新鲜山药的家吗 跟着健在大哥爬上坡地 来到山药田 话不多说 赶紧先挖出一条胖嘟嘟的山药 这一条差不多有十斤了 胖嘟嘟的山药出土 让人忍不住微笑 从门外汉到专家 如今种出的山药 磕磕都很饱满 用对的方法照顾 保证出手的山药 都具有高品质 你还是要有够给他一个养分 跟小朋友一样 我种有机的肥料 你的成本会增加 但是品质很好 种出来漂亮 又不会说歪七扭八 接手爸爸的山药田八年 斜杠当农夫很累 但能够延续爸爸的心血 一切都值得 我爸爸留下来的 也不甘心把它放弃掉 就延续他了 有收成就高兴了 没收成真的很累 这两年 市府举办山药大餐的山药 都出自这里 怎么吃最好吃呢 煮鸡肉 煮鸡肉很好 煮鸡肉 鸡头 很好吃 还有为家庭主妇设想的 山药切块处理 86岁的奶奶 将长相不够笔直的山药 洗净切块 分装入袋 家会上市场卖菜的民众 炒这个人 烤这个人 烤这个人 烤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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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烤烤的田地 划分多的区块 有的种菜 有的长芒草 三年后 在这里生长的山药 将会健康强壮 让我们的市民 能享福到有机的产品 吃的健康 不要穿的杂七杂八的 八年来 健在大哥 越种越有心得 以注重山药品质为初心 希望让市民朋友 都能品尝到 基隆山药的好滋味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串联山海城景观的基隆塔 及身具神秘色彩的新二防空洞 即日起到12月10号免费开放市营运 基隆新地标基隆塔市营运开放第一天 就吸引不少民众来体验 到上面欣赏风景 还有老师带着幼儿园小朋友来户外教学 来小朋友慢慢在这里慢慢的看哦 好漂亮的风景哦 因为我们的幼稚园在旁边 那我们的落地窗看起来就是看到上面都有人 那小朋友就觉得说上面有人基隆塔有人耶 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出来看看怎么上面有人呢 那平常我们来这边玩的时候它是没有开放的 所以今天难得有开放 所以想说带他们来探险一下 感觉啊视野很好 现在外地的很多来基隆观光啊 所以他们也想有一个新的地标他也想要来尝试看看啊 我们自己本地的人都要来尝试啊 更何况外线市啊 因为刚好要去吃饭刚好看到有这个讯息就跑过来看一下 你是基隆人还是外地 外地耶 外地人 台北来的吗 台北来的啊 以前的话不是从那个下面那个走很多阶级上去 你就是要从那个就是神力医院旁边那个走斜坡上去嘛 那也是都是很遥远的 现在很快啊你就免都免走路上去一下子而已啊 这个电梯然后就上来就感觉啊 来这边是很方便的 不然以前走公园都是都是需要从走外面的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有这样的话带给我们很多方便 基隆塔从施工到现在还有从验射管到现在 总算我们正式开始来从今天开始要做市营运的 那我们市营运是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那这个是讲主塔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市楼有一个空书 市楼有一个远见人文阅读空间的一个策展 那现在因为正在布展当中 所以市营运期间暂时不开放 周遭往外看出去 除了说对面的中正公园以外 还有我们中原记的祖谱坛之外 从这里往这四周看过去的基隆港 这个整个看出去的视野是相当的好 基隆新地标基隆塔 让民众很方便的就可以到达祖谱坛和中正公园一带 从高空欣赏城市风光 也将成为邮轮观光客的热门景点 第一次到此参观的民众也分享观察与建议 期待基隆塔未来增加更多特色 这个景观是是不错 但是就发觉上来就看到很多铁皮屋 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政府花了这么多钱 但是这个铁皮屋来讲 是不是上面给它弄一点颜色 弄个颜色七彩八色这样子 因为我们去青岛看到的 那个屋顶都是红色 然后印着海面就非常的漂亮 这是唯一的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那个空间有点小吧 如果说有那种团体来的话 如果是那个自己自由行的可能还好 如果跟团体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电地有点小 你想要吸引很多人可能需要比较大型一点的 就是在祖谱坛的周边 因为那个地方前面应该位置还蛮大的 其实你应该适合在那个周边办 其实你要吸引人上来就是有活动才会上来 甚至连那个市集也可以啊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如果你没有活动的话 就是比较会没有动力 基隆市文化局说 即日起到12月10号 基隆塔和有着神秘色彩的信二防空洞 都免费开放市营运 12月16号下午2点 基隆塔全区就正式开幕 为基隆的观光旅游再添一大亮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朝鲸保育区出现罕见的大西洋海阔鱼 一次还出现了7只海科馆博士提醒大家 这个大西洋海阔鱼的毒液是直接影响人类的神经系统 心脏和皮肤可能还会致命啊 因此千万不要触摸 它翻过来它会动哦 超间带水面上出现小小一只 身上长着美丽蓝紫色花纹 它是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随着海浪拍打 陆续被游客发现 是红色还是蓝色 透明 透明然后边边有什么 蓝色 有蓝色 之前有看人家网路有分享 什么小琉球啊 或者是一些国外的影片或照片 觉得它很漂亮 然后第一次就是在北部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特别去关心 可是因为难得在北部有看到 然后今天刚好有空 就马上就跑过来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蓝白色的 我们叫做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那这种生物它都是水流而飘 那它在它出现的时候 通常还有另外三种生物也会出现 就是生帽水母 钱壁水母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子螺 那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四种生物都有 大西洋海阔鱼 是一种蓝白色的浮游生物 外形神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双手仿佛长了鱼鳍 双腿是尾巴 主要分布在泛热带地区 会随着羊流和子螺 真帽水母和前壁水母 三种生物一起出现 海阔鱼喜欢吃真帽水母 会把水母的翅包 储存在体内 代表它也有毒 伴随着这种前壁水母或是生帽水母 那生物水母就我们知道的 就是一个非常毒的一种水母 然后所以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它吃的这种 我们讲生帽水母之后 它会把它的次细胞累积到 它身体里面 所以它本身自己就很毒 所以各位观众如果有机会在海边看到 你就欣赏就好 不要去碰它 体长只有2-5公分左右的大西洋海阔鱼 它的毒液能够直接影响到神经系统 心脏和皮肤 海客馆提醒民众 如果在潮接代发现海神海阔鱼 千万不要触碰 以免被遮伤 那在以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海客馆曾经试着要养它 可是那时候因为它的食物 它就是只吃水母 我们找不到它的食物 所以我们养了两个月之后 我们就把它换回野外去了 大西洋海阔鱼出现在基隆相当少见 最近是基隆第三次 发现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而且一口气就发现了七只 十分罕见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清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星期一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衣物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什么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我发现点冷气 开的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阴气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加插头 随手关电的这些小动作 我们就省下不少电费 老只电炮换你LED 省电省钱又一亮 哎呦真厉害啊